日职巨人队在新的一年口号喊出奋灰Giants Pride 2018不但是代表要奋发散发出光辉也希望帮球队拿到睽违六年的日本一总冠军 巨人队监督高桥游身三年约刚好今年就是最后一年 今年球季前补强了大炮Alex Guerrero也上量摩这两位好手加入巨人队竞争更为激烈 高桥游身表示希望大家拿出奋勇善的精神拿出勇气往前冲等待荣光照耀我们巨人军的光辉为了睽违六年的日本一球队团结一心奋起 去年杨戴刚山口郡等FA球员大补强不过巨人队却在五月下旬吞下队使对罪惨13连败相隔11年再次落到逼顿班 首次无法打竞技后挑战赛球团也有许多课题需要克服 目前巨人队也首一主将版本勇人为首 投手当然是坚也至之高桥游身也希望巨人队老将如阿布胜之助 长野九亿能够奋起带领年轻球员成长 不过就棒次看来巨人队可能还会调整 目前二类第二棒可能会交给菜鸟集穿上辉一棒人选 有杨戴刚长野九亿重性胜之界 杨戴刚也有可能会被以往后段棒次 为了增加后段棒次的攻击力与上累率 今年杨戴刚担任一棒打击率为二乘五十九 二十二场担任五棒为三乘十三 两场六棒 十为二乘九十三 九场 二十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